这只母狮非常可怜 它的尾巴被猎狗咬掉了 失去尾巴的母狮被狮群赶了出来 而且它的肚子里 还有即将出生的小狮子 带着伤口的母狮难以分娩 它能成功生下小狮子吗 在几天前的一场狩猎中 视频中的母狮和猎狗群爆发了一场大战 要知道猎狗群的绝活是韬缸 母狮的尾巴就是这样被猎狗咬掉了 尾巴对猫科动物非常重要 它可以帮助猫科动物保持平衡 一旦失去尾巴 母狮就难以在狩猎中进行奔跑跳跃 狮群都是母狮去捕猎 所以这只母狮失去了自己的价值 失去价值的母狮也就被狮群抛弃了 不得不说狮群真的冷酷 视频中这只母狮的尾巴已经发黑了 因为猎狗的菜单主要是腐肉 腐肉里的细菌要比正常的肉细菌多 所以猎狗的嘴里有很多细菌 大部分被猎狗掏钢的动物 侥幸逃脱也会因感染死亡 目前细菌导致母狮的尾巴感染了 母狮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 被赶出狮群的母狮 现在在寻找新的生存地 它每走一会都要停下休息一会 失去尾巴的母狮非常苦恼 它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养活自己 而且现在是夏季 没有尾巴的母狮无法赶走身上的蚊虫 草原上的蚊子非常毒 每年都有动物因为被蚊子吸血吸死 目前这只母狮最大的困难 不是没有食物也不是蚊虫叮咬 而是它要领盘了 尾巴上的伤口和肚子上的压力 让母狮不得不停下喘着粗气 它走到一个灌木丛附近 压低自己的身体 希望可以压住自己的底盘 以刺激小狮子出来 它紧紧抓住灌木缓慢地蹲下 在草原上不断刺激自己的下体 可惜母狮的努力并没有什么用 小狮子连头都没有露出来 看来今天母狮是难以分娩了 意识到今天无法分娩的母狮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 它要赶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只见它朝着灌木丛深处走去 不知道这只母狮还能活多久 你觉得它能成功生下小狮子吗